中原工商部董事總經理潘志明 歡迎收看樓市思見,我是主持人Carrie 先看最新一期CCL收報181.76點 按週跌了0.71% 連跌了三個星期 創去年4月以來的新低 我們看完CCL 今集繼續請來了施生 另外請來了中原工商部董事總經理潘志明 跟我們談談疫情之下 五個行業的情況 和預算案支援企業的措施 歡迎兩位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 其實有多項防疫措施都收緊 最新會維持到4月20日 依你們所見 其實是哪類型行業的打擊會比較大 不如我先說 因為我們處理工商店的工作 其實最直接受打擊就是餐飲零售 或者有一些不允許經營的處所 現在看到餐飲業務就大受打擊了 因為較早前說六點後沒有堂食 其實23日也再宣佈 日頭堂食都限制到兩個人 我們看到有一部份的食肆 其實之前還有開的 其實財政預算案之後第二天 不如關門不搞了 因為你始終限制比較多 只做日頭或者做外賣 基本上都不夠疲費 所以那部份有一部份已經 臨時關門了 另外有些零售也是 我看到有些零售之前都有開的 但是我這兩天去巡視街看看 那些店舖直接連了一張紙出來 就說配合政府防疫防空 暫停營業直至另行通知 所以其實都影響得比較大 第二就是日期一路押後 初期就想著14天14天這樣 現在直接特首都說了 都不用再跟你們說 每14天宣佈一次 直接就去到4月20日 但是4月20日距離現在的時間相當長 究竟是否可以捱得到這段時間呢 所以很多商戶都比較憂慮 所以直接影響得大 就是現在市面見到那些零售、餐飲 或者是不准開業的那些行業類別 影響得比較大些 反而寫字樓、工廠類別 就不算影響很大 最多都是上班、入商場那些 就是去訴安心出行 或者大家如果是憂慮的 就做快測 現在做快測都普遍 反而寫字樓部分就影響不大 但是就是影響 就是看樓、出來找樓 或者是想去開會聊天 那些那種商業活動就少得很交關 現在這幾天就是 這樣一來會令到香港的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動力 會備受打擊 因為現在去到四月差不多 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加上之前很多都已經捱緊 都所餘無幾 是 虧了這段時間 可能都已經捱緊 不是說一、兩間捱緊 沒有問題 你是很廣泛 整批行業都受影響 社會上其實是很靠這些中小企 去作為一種經濟的動力 作為僱傭員工 提供工作崗位 這些人其實是社會值得珍惜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去創業 很多人都是穩穩陣陣打一份工 肯去冒風險創業的人 其實是社會值得珍惜的人 大批地這些有創業精神 有冒險精神的人 被…不是載角的 都起碼在這個疫情下無以為計 即使疫情過了去 找誰來做呢 那他們的本沒有了 就不是說開就開 所以儲了很久 積累了一群客戶 積累了一群員工 有個班底 散了再回來 是傷的 所以我怕即使疫情過了去 香港可能缺乏企業家 剛剛的預算案 好像有些支援措施 派一萬元的消費券 其實這一次的消費券 對於市道刺激作用有多大呢 其實如果按去年的五千元消費券去看 對市場當然有一個比較大的刺激作用 如果大家看去年的情況 大家都很著弱 餐飲就想 七月七節 八月八節 九月九節 都想了很多辦法 零售那些都是提供優惠 商場又提供優惠 去吸取消費額 今年再加碼 一萬元 一萬元是六百多億 在街上消費 當然這個在政策上一定是好事 起碼現在沒有外來的消費 又沒有遊客 又沒有旅遊團 香港人現在其實經歷這段時間 大家都是省著花費 你要他額外出外消費 他就不算很願意 現在政府拿了六百多億出來 就震慶經濟刺激消費 是好事 但當然我們想就是 第一期五千元 是在四月份推出 但四月二十日後 才有機會放那些廁所 你變成四月整個月份 尤其是現在疫情都嚴峻 很多人都不敢出外消費 唯有買測試劑 買口罩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界別都有說 例如餐飲界都有說 你四月發五千元 是不是益我很多呢 現在每個人都叫外賣回家 即是出外消費 唐食又沒有 六點後又不能開 其實幫助就不算很大 但希望第二期的消費 消費會更好 所以很多人都說 第一期的消費會幫助到什麼 師先生說 多點買快測 多點買消毒的東西 保障自己不要染疫 所以在第一期的消費 未必會刺激得很大 其實都禁止到四月二十日 都擔心這段期間已經有個結業潮 你到四月才再派消費券 其實作用都不是很大 好像遠水夠近火 我自己預期 當然在這段期間 可能殺了很多企業家 尤其中小企 但是疫情 我認為不會無了期拖下去 Omicron傳播得很快 而傳播得快 但是代表這個疫情 越快會達至高峰 即是你達至高峰就回落了 所以政府的處所不准開 或者不准告 都是去到四月 他預期四月之後會好些 不用好些 現在為何這麼害怕 就是由幾十人到幾百人 幾百人到幾千人 很快過萬 但是如果去到兩萬 就開始回頭 逐漸改善的情況下 人們就第一個沒有那麼多恐懼 以及一路改善 消費活動也會恢復 我自己看 就應該最辛苦就是今年上半年 那麼快就五六月都開始見到曙光 其實預算案 除了有些措施去幫助企業 有一個比較創新的措施 就說暫緩追蹤 就說立法禁止 就是業主對指定行業的租戶欠租的時候 去採取法律行動 其實期限最長可以去到六個月 其實這個措施算不算是向業主開刀 我自己對這種措施 是有所保留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 一國兩制也都說香港是 行資本主義制度 那麼香港以前被人覺得最大的特色 就是保護私有產權 行市場機制 也都是很講合約精神的 那麼如果你以私有產權來說 就是那個業主 擁有物業的業主 應該有權維護他的權益 他跟你簽了一個合約 合約講明是多久時間裡面的租約 你是要負責交租交多少錢租 這個是他白底黑字在法律下擁有的合約 政府可以拿一條例說 這些合約暫時無效 不追得住 當然現在叫特殊情況 但是此例一開會不會 以後這個合約可以不執行 那個合約也可以不執行 黑約精神就無存了 所以會不會影響一些人 以後不夠膽做業主呢 做了業主原來權利都沒有保障 當然現在政府不是說 這段時間不用你交租 而是不讓業主交租 如果你說不用租客交租 租客當然更加高興 問題就是業主要承擔 這個損失就會很大 現在政府說這段時間 你不讓追租 因為不讓追租 我相信每個人都拖著先 不過現在好像不是所有租約都是 那些表列的處所行業才是 都覆蓋面很大 變成了對業主是有一定的損失 我自己估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好處就是經營者不用追租 那些租暫時不交租 就可以去頂住 但問題就是 頂著頂著頂不住 那幾個月就不交租 是 是不是實際得益很多租客 如果譬如我們這行 譬如有些公司 它根本自己是 即是 不是在這段時間一定倒閉的 那它 最後都要交租 業主是繼續追它 過了一個時間 業主是可以追回以前獻的租 不是說過了這個時間 以前獻的都不用付 所以租客始終都要預備這筆租 只不過可以周轉一下 用來做其他事情 那Stanley 你就接觸多業主和租戶 那他們有什麼反應呢 反應相當大 是嗎 尤其是業主 我們其實就 講完財政預算案之後 那些電話都沒有停過 今早都在聽電話 其實有幾個問題 不太具體去講這個立法的條例 第一 剛才施生也有說 這是一個合約的精神 因為香港人這麼久 行之有效的 都是根據合約精神 一些自由機制去處事 業主的確在租約 也打了離印 政府承認 真是有訴訟 都是一個呈堂的證據 不能夠說 有一些條例 就超越了他 有權收租 或者租客需要履行交租這個責任 應該不是很合邏輯 但當然 我相信政府 推出這個措施 都是在短期內 解決一些有困難的經營者 現在的經濟狀況 但作為業主去看這件事 就覺得很不公平 現在已經組織了一些聯盟 工商鋪小業主大聯盟 現在就組織了 主要是想向政府反映 其實大部分工商鋪的物業 因為按揭乘數很低 所以大部分銀碼都不小 銀行有做按揭 政府說不准他去追租 或者暫緩執行他的所謂法律行動 但銀行你都要供樓 你有沒有辦法指令到銀行可以短期內 如果租客不交租的話 你不需要業主去供樓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萬一一個租客真的拖住不交租 三個月 三個月是小的 六個月就不是細數目 他三個月都沒有錢交租 六個月更加沒有錢交 收不到回來的不租金 是否政府去做保證 所以現在在很多業主的立場 因為大家要知道 不是說有舖收租 有工商鋪物業收租 那些一定是大財團發展商 很多都是一些小市民積蓄了一筆錢 可能買一間舖子收租 買一個寫字樓收租 他們每個月都要供樓 有時供款和收租 可能收租都未夠工都不頂 如果這個條例一立的話 其實他們會預計到 他們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損失 影響他們自己的生活都有 所以很多業主的意思就是 為了拯救一些現在 憑危做生意的人 就把責任完全擺放在業主身上 亦都保障不到他們未來 能否收回這筆租金 所以就覺得不算太公平 就想政府演繹多些 或者站在業主的立場 考慮多些 令事情可以圓滿些去推行 其實會不會短期內 都會嚇怕有些投資者的入市 這個其實都很明顯 因為現在很多業主都開始說 其實因為現在列出來 受影響的行業類別很廣泛 當然有一些很明顯 就是當疫情反覆 嚴峻的時候 不准開業的行業 其實都會影響他們 將來可能這些業主未必選擇租給這些行業 如果租給他們 可能加很多不同的條款 令到他們未來的生存空間都窄了 當然去到現在短期內 這麼多不明朗的情況 作為投資者 如果真的要買 譬如買個舖收租 又擔心買 如果連租約買 大部分舖位都是連租約買的 比較多 我買回來 我只是想收回報 回報率低一點都無所謂 現在息口都不高 但問題是收租都有困難 暫時會更多觀望 所以短期內 我們看成交量都會萎縮得很厲害 直至可能疫情緩和 因為短期措施都是幾個月 可能幾個月後才算 所以短期內會對市場有影響 今天先談到這裡 希望疫情可以快點完結 今集多謝兩位 下集樓小思見再見 請多謝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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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 lab